那你还有其他的生活吗 后来就是我开始做微商 我就是想多赚点零花钱 这事我一开始 我跟他说了 他答应得可好了 就说这方面我肯定是理解你 然后等我一个男顾客聊天 他就从头到尾地给我翻到底 就是那个聊天记录 有的时候你说你做微商 你是服务人家的 你肯定你的语气得好 细声细气什么的 他就是说风凉话 就说你看你这个语气 也真是你跟我都没这个语气 我真的是我就觉得 心口不一 一开始答应我答应得好好的 那我觉得 就女的买的护肤品比较多 那男的你用不上 就是再说了 我爸都说了 那女人就应该搁家养着 男的就挣钱就够了 你出去干嘛呀 然后做微商嘛 出去递推 然后我就熟视的干净利索的 穿的是一个 我觉得很正常的一次肩的衣服 然后我就出去了 他知道了之后 就说了一些特别难听的话 就说你出去用得着 收拾怎么样 你说我要是收拾的 不干净 他那是挺干净 就是漏也挺干净 我感觉 没有主持人 我就是一件普通的 一次肩的衣服 明白明白 反正这小子 都特别在乎你呗 是吧 对 我真的是 就是严重受限我的行动 然后他每次一发工资 就看我的淘宝浏览记录 就是你说女生嘛 你看的东西肯定特别多 但是这些东西 都不一定是你真正想买的 或者说怎么着的 而他就一发工资 工资钱全给我花在淘宝上面了 我是不是对他好 就是他看完了记录 那我就觉得他喜欢 那我就直接给他一起买了 那我就大包小果 我就给他了 然后他就跟我来 他愿意帮你清空购物车是吧 我就不放在购物车里 也管清了 对 我就只是浏览了一下 因为淘宝不是下拉 不能看见吗 那我这不是细心吗 我对你多好啊 我容易吗 我你还这样对我 对 就是这个钱吧 他不是发工资吗 一个月就三四千块钱 就全买了 他完全不被接下来 那以后就别在淘宝上看了吗 女生也控制不住吗 就我真的不是为了让他给我买什么东西 傻小子你听明白没有 那就因为他控制不住 我都控制不住了 他好了我就买 然后我也能感激 就是他没钱 他也知道给我买 但是呢 他会要求我 就是逼我 你收下之后 你得发朋友圈 你得去炫耀 你说本来我挺感动一个事 到他这就变成了 就是 我就觉得就像有目的性的 那我对你那么好 给你买这买那 你是不是应该炫耀一些 你看我 我感觉我就是 这一辈 这一世上就是对你最好的人 那你不应该告诉他 我对象对我这好那好的 就是 就是到最后就像是我 像一个红小孩的似的 我就感谢他妈 我还得为他操心这个 就是你将来的钱怎么花 完了之后 我还得哄着他 要不然的话他就跟我生气 而且最主要的是 过一段时间 就是买完这些东西 过一段时间 他没钱了 他就会说 你看我这钱都给你花了 就是就这么样说话 你这气人不 我这么说 我不是想要求表扬吗 你父母见过这小子吗 见过 对 就这件事让我最生气 见父母生气是吗 不是见父母 就是他这个人情商特别低 而且就是特别不会被人出事 就是我家有两套房子 在大连 在一个小区之中 然后呢 一套是我和我爸妈一起住 另一套在那儿空闲着 他来之后呢 我寻思不让他就是 在额外的花钱去租房子嘛 也挺贵的 我就跟我爸妈商量 就是这个房子先给他住着 我爸妈也同意 但是就是不允许 我跟他一起住 然后呢 他就是在路上 我们在一个小区嘛 在路上见着我爸妈都不打招呼的 就跟没看见似的 就为什么 哥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 就是每回看到他爸 他妈 他爸那眼神都像要吃了我 就是 我们每回看到了他 就是 你把我闺娘乖跑了 你等着 你小的 你别走 就每回看到他爹 我这腿我都打颤 我都不敢走的 真颤吗 真颤 对啊 霸占人家的房子 霸占人家的闺女 你打个招呼嘛 我就觉得就 我爸妈对他也算是挺好的 然后他就这样 然后呢 就是真的是忍无可忍的地步 就是 我家那套房 他住的那套房子是两室一厅嘛 他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他都告诉我都没告诉我一声 就把这套房子给租出去了 什么意思 就是他 把他同事给招用来了 你拿这房子挣钱了 是这意思吧 主要就是 他那个房子不是两室一厅嘛 一个人太空了 再就是 我室友他也嫌人 那个起子他不好 然后也想租房子 就当时就这么巧 那我现在你也来陪我 这样我还能挣钱 最主要是我挣完钱 我不也是花在他身上吗 我爸都说了 你在有限时间内 你挣更多的钱 那就是你能力 我觉得我是好心嘛 你就是你爸的好 挣完这钱我都给他了 对 然后拿我家房子出租的钱 给我了 有这样的道理吗 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多 你爸妈知道吗 我没敢告诉他 我这怎么告诉他 但是我就算不告诉他 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 你们俩谈了有两年了 两年四个月吗 两年四个月 他现在还是这么一如既往的 对你好 我都不知道这个好 是不是应该打引好的好 就是 就是越来越管着我 管得我越来越死 是不是觉得好像 像在一个牢笼里一样 对 对 要娶她 要娶她 对啊 你要失去她你接受吗 不接受 失去她你还能活吗 不能 得了 你们的压力大了 各位老师 接下来 接下来 陗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